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于俊林 今年十三岁 我平時除了喜歡彈跳之後 最喜歡打籃球 我喜歡的球員叫LeBron James 我喜歡打籃球 但是我怕弄傷自己的手指 所以我會打一些打籃球的遊戲 我玩這些遊戲很厲害 我的性格比較內斂 比較喜歡一些政策的東西 我的數學比較有興趣 我有一個爸爸 他是電腦經理 我有一個媽媽他是主婦 然後我還有一個十一歲的妹妹 我家本來有四條金魚 叫做爸爸媽媽 哥哥 妹妹 但是死了一條金魚 妹妹 我喜歡彩籃球 我四歲開始學琴 那我就會七歲開始學琴 因為我是一個內斂的人 那我就不擅長用說話去表達自己的感情 所以我用音樂會表達到自己的感情 我參加過日本的小球鋼琴大賽 我獲得金獎 那次的比賽的結果令我很開心 所以我爭取了一段時間 除了去日本比賽 我都去過新加坡 我對這次比賽都很有期待 還有興奮 但是很不怕 這次比賽要彈一首音樂圈的第一步 最難是Sylbourne的練習曲 去到美國 最大希望是去看一場NBA的藍合比賽 很期待這次去美國去認識不同國籍的朋友 投過今次的比賽去見識到不同人的水平 去提升自己的水平 非常感謝 我們下次見 快點 比賽